我們剛才在商量 我說你講的 他說不是他 主持人說不是他講的 關於我都沒見到他 我在做評審 然後呢 可能就是在走路一點 然後他說是Norman講的 對 可是導演如果你在 導演你如果拍攝的時候 從那個畫面看到演員燒胖 你會敢跟他們講嗎 我無所謂的 因為其實胖跟瘦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最主要就是你表演 表演得好的話 觀眾才不管你是胖瘦呢 對不對 對 才不管你是以前演那個喜劇啊 大家看著你也笑 就投入了嘛 你是跟我喊話嗎 可以演對不對 尽管你跟我的腳算不清這個角色 他真的有不寫氣 你應該敢 對啊 真是的 主要就是那個情侶戲啊 我老公會罵啦 算了吧 我那個第一個本子 裡面都沒有情侶寫出來的 對 你不會說什麼 對啊 因為你不演誰 又不來看張小泉 因為我今天才有情侶的 笑容器有弄點好不好 算了 漢主委 你跟張小泉同一個電影的時候 會希望他那個角色是你的角色嗎 我比較想挑戰我演的這個角色 因為有點複雜 就是那個好壞有點曖昧的地帶 對 比較一陣一邪 所以現在如果有人在叫你演夢幻的 那種被愛的角色 很...就是單面的你就不喜歡 你希望都是... 沒有 演什麼都演 什麼都演嗎 未來什麼都演 OK 你有常被同志告白嗎 沒有 所以你知道很多同志喜歡你這件事嗎 我演過孽子 對 然後那時候孽子很受歡迎 他真的好像殺人犯了 而且我剛剛說 你知道很多同志喜歡你嗎 他說 我演過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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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頭眉尾來 眉頭眉尾 你知道那很同志 他有孽承認我演過孽子 所以很多同志觀眾 他應該要說 因為我以前有演過孽子 他通常說我演過孽子 他沒有戒心 對 你怎麼沒有因為所以啦 小時候都沒有因為所以 造孽子那個那個 對啊 你覺得這十個人當中 有誰會把你放在他前生名 幻想名單裡面 幻想名單 對不起 這十個 你都能夠一眼看出來 他們可能會比較 對男明星感 懷抱熱情嗎 我覺得 上牌中間那一位 他形成的 你那個圈子要是自己買的嗎 對 對 國標性還要出來就好了 你知道剛才張孝全出來的時候 他們的前生名單裡面 都有張孝全 那你覺得你在這十個人裡面 會得到幾個人舉手 當然有 無所謂啊 對 可是今天最第一票 在裸上身耶 蛤 那有所謂啊 我沒有前面 請問前三名裡面 有范志偉的舉手吧 也很多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 阿哲竟然有 阿哲 阿哲是不是那種很愛看 你前三名 他以前很早以前 我就算認識他 那時候在拍晴天娃娃的時候 那時候多可愛啊 超級陽光小少男 然後他那時候很nice 他是那種在劇組裡面啊 那可能因為我們是素人啊 然後很多是明星啊 根本就是不太 不太有機會接近 那時候拍外景的時候 他就會主動 活蹦亂跳 跑過來找人聊天 我們就覺得這個人很nice 所以你是在回味這件事情嗎 我還記得在 好… 奇怪 記得什麼 你在那裡不是禁止 好 飯椒請坐吧 歡迎 謝謝